下一位 轮值推选人 大张伟 是的 下面到了我的这个轮值时间 那么我推选的展示条件是 跨界歌手 其实我特别疑惑 就是跨界歌手 其实我觉得我标准好模糊 他可能在做其他行业 但他本业不是做歌手的 我觉得他们既然有勇气 以一个歌手的身份来这里唱 我们就要以统一的标准 音乐对于任何跨界的人来说 都是一个心中永远 无法抹去的宝藏 所以我今天推选的是跨界歌手 是RDB 好 来了 这是 一 二 我觉得他身上最宝藏气质 就是他一上场 就是有一种 解救世女王自信放光芒 有个这个气质 我真的觉得是 我觉得是我心里最好的 好棒 真的优秀 就是做什么都做得好 他们能听见 也挺好的 挺好的 都不错 都不错 帅气 各位推选人老师大家好 我是陈浩歌手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点冒犯 就是您是有抑郁血统吗 感觉您武光好立体 没有 完全没有的 我刚才看也觉得像昏雪 对 王冠儿你还不知道 其实我有一个外号叫做希腊帅尾 就是我的鼻子也是希腊这种 不是挺的 我们是我们是一样的 这个咱们听了多少遍 还又说一点 王冠儿也很挺 你是从一个更严苛 更精准的一个唱歌职业 来唱流行歌 来唱这种歌 其实我觉得需要对你的标准 更高一些 所以我在你开唱的时候 我就在心里给你定了很高的标准 但是尽管在这个标准之下 你还是无可调替 你唱的无可调替 谢谢老师 因为这首歌 你说你是写你自己的故事对吧 这首歌 是我《失恋日记》的第五天 但是今年有一个人带我走出来了 我就是 她今天也来到现场对不对 我就说那儿 威亚掉了两小时了这个人 下来吧 人家有真情 没有 没有 我知道 王女儿 我知道 你知道 你认识那个人 我认识 是个音乐制作人吗 我不知道 对 就找音乐制作人 对 省钱 一举八得 各位推选人大家好 我是惊叹浩 我在这看到很多很熟悉的朋友 还有新朋友 你好 我先坐下了 您坐下 好 王女儿 听过好多遍吧 算吗 我没听过 好嘞 你看看 是 带勾 对不起 但是 很真实的回答 我喜欢 我确实没有听过 包括 不瞒您说 上次您没来那次二十年的歌手 我其实基本都不太认识 但是依照上一期的经验 二十年组的歌手唱完之后 我不认识 我就认识了 认识 以前认识 可能忘掉人马上就想起来了 一定是这样 一定的 不信你听过这个歌吗 其实我是听过的 但是一开始没有想起来 然后等副歌一静 然后我和小元就 哦 是这个 一定听我 对 您好 我们认识她吗 不认识 不认识 为什么这么自信 确定我们都不认识 因为 肯定不认识我 因为在音乐的这条路上 平时没有那么多的活 然后 我自己会帮家里面做一些 矿金 然后玉石珠宝的生意 什么家里有矿 你还来参加节目 我 其实我一直想问 您如果用宝藏来形容我们的话 会怎么形容呢 王源老师 贵的 粉钻 像翡翠 不贵 粉钻 翡翠 你怎么知道他不贵 翡翠现在非常贵 对 就是比较温润 谦逊 内敛一点 谢谢 好喜欢她的声音 她的嗓子和她的反差 好看 粉针放开了 她这首歌 放着嗨她的满 就是编剧在撑 对 她学一般 我觉得越是这种歌 其实 越需要的是现场的感染力 包括声音的控制 包括怎么样调动我们的情绪 让我们真的跟你一起玩乐起来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上面稍微差了一丢丢 谢谢 谢谢 谢谢翡翠老师 翡翠老师 我认得名人家自个儿没认 你给人家起外号 今天就改名 好 大家有什么感想 不敢想 但是我觉得 这首歌我只能欣赏 但它可能稍微有一点点 没有打动到我 过程下来 我是眼前是有 很强烈的画面感的 也有可能也是因为 我确实有把这部剧给看完 然后片尾曲也确实没有跳过 您唱的这首歌 您的所有的处理 对于每一个细节 我觉得都像台词一样那么精准 这样的演唱 我觉得能够给很多人 在他们累的时候 可能会给他们一些力量和安慰 谢谢 我只会想讲 我想借着薄欣的话说一句 我觉得 这也有可能是为什么这首歌 没有打到我的地方 但并不是说这首歌不好 它也同时有个功用是在讲述剧情 对 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看这个电视 没有共情 但是薄欣因为看了电视能共情 所以我觉得 就可能是仅仅是对首歌 我不感冒而已 但是我觉得对您的唱 您的表演 我觉得超乎想象的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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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